福建高速客轮海峡号近日正式开航福建平潭至台北港的航线,成为两岸直通航行新的里程碑。 搭乘海峡号体验首次两岸航程的乘客,包括了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的80位成员以及200多名来自大陆的旅客。 海峡号上午9点由福建平潭出发,中午12点顺利抵达台北港,为迎接首航,港区以隆重的洒水仪式迎接海峡号入港。 据了解,此次平潭至台北港新航线的开通是继2011年开通福建平潭到台中港的直通航线之后的第二条客运航线,海上航程约三小时,每周三和周六各执行一个往返航班,为两岸游客提供了一个经商、探亲和旅游的便捷舒适又经济的全新选择。 此次航线的开通是台北港首度启动客运服务机制,也是大陆客轮首次开进台湾北部。